1299 加息有沒有正面影響 加息通常對保險股以至銀行股其實是有正面影響的 近來就有一些減遲的消息 令到友邦國際股價就弱了下去 你再等一下才行 因為你看它的勢暫時還沒見到很明顯的 你看見嗎 全部線都穿光了 走勢真是一般的 1、2、10、2、10、5、10、100都穿光了 第二 保律家通道 摘著低位走 昨天節目也說過了 保律家通道摘著下方走就不是很厲害的 現在正正不止是下方 下方的底部 更加頭赤 昨天是穿過的 今天是穿著 現在走勢很麻煩 看得很緊 81.1 這個前浪底穿不穿 如果穿就比較麻煩 今天低位就見過 82.2 今天市場上升 現在最後 183 0.8%的升幅 但你看到它 那個升幅是0.35 就是跑輸大市 很緊急的 又是摘著低位 你每次看它 低位一直向下移 這裡一直向下移 其實自從這裡一直向下移 高點又一直向下移 這下彈上去 又向前浪頂 它也彈不穿 換言之 它可以畫一條很標準的下降軌 一直向下移 可以多畫一條 這條彈穿了一點 所以要這樣畫 可以畫兩條下降軌 走勢就麻麻糊糊糊了 看著 雖然剛才說了 一般來說 是有利的加息 特別是債息上升 不過債息這陣子會 這樣才煩 雖然 鮑威爾有機會 快點收檔 QE 快點加息 但是債息反而下降 最新 昨天說1.45 今天 剛才看過1.47左右 都是1.5之下 換言之 跟之前 還說1.6多 都明顯回了下來 那麼 債息我 對他們 所謂套息的操作 是有些影響 那麼 看著 技術上看著 81.1 穿不穿 穿了 又再延續 這個 向下 中線向下走勢 能不能夠扭轉 中線向下趨勢 起碼都要彈穿這個位 先 有權 說這件事 這個位置就是什麼 這個前浪頂 再來 89元左右 彈穿了才可以扭轉 反彈 反彈的時候的高點 一浪低一浪的走勢 現在 你看到 一直低 一直低 要彈穿這個線 有權 就說扭轉向下 趨勢 所以 看著 這兩個位 81 左右 和89 這兩個位 要看得實